我现在这个新的资料表 我已经有了居住县市2 可是我有没有 我有没有这个 人口数里面 有没有居住县市 我这里面的资料 它只有这个合在一起的区域别 它没有 也就是说我要取前三个字 当作县市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新增资料行 怎么做这个资料 用left 所以这叫 居住县市 然后 left 选什么 选我们的 区域别 这一个 的三个字 这个资料表里面 是不是它就已经有了这个资料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 才可以去建立关联 我这张资料表是不是希望要算个人口数 所以它当然是这一个居住县市2对应到这个居住县市 可以吗 这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我现在这边是不是要去算人口数 所以我要用related table 还是related 这边哦 我要用related table 我才能够产生居住县市的人口数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是不是要把很多很多数值全部加起来 把它加起来然后放到这里 这点请你们一定要听懂 我真的要告诉你 我真的要告诉你 relate 还有relate table 我们早上是不是在这里面 在多的地方用relate 对吧 是不是算了一个人口数 对不对 这边多 这边多 我们是用关联把它叫过来 把这边的年底人口数叫过来 这是relate 那如果我现在这边 这边是不是1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把那个 他这边居住的县市里面是不是 例如说新北市 台北市 台北市有大安区的人口 要加台北市信义区的人口 要加台北市北投区的人口 依此类推 这个时候它是不是牵涉到加 所以记得要用什么 relate table 如果你真的记不清楚的话 那我只能告诉你 多的地方 多这边你要用relate 如果1的地方 你要用relate table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回去写三遍 只要不要用错 或者是就算我用错了 没关系 我再改回来 因为就只有这两种 就只有这两个 好 请你们一定要先建立好这个关联 后面就简单了 来 请你们动手做 我刚刚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把那个人口数 人口数这边 我有算出来 那个居住县市 然后再设好关联 各位应该知道吧 全台湾人口数最多的县市是 新北市 多少 至少你现在还不太清楚 对不对 可是等一下我们就会 算出来这个数值了 它就会把那个 新北市有好多好多行政区 然后数全部加起来 好了 至少台北市你知道200多万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就不用这边来去算咯 因为这边早上不是这边都算 都很正常吗 这边是不是可以算出人口数 人口数怎么算 Related Table 有印象吗 然后名字怎么算 Rank X 回家作业 好 我现在我要用报表来算 我是不是可以用哪一张资料表 我现在我新增一个报表 然后我想要用这个县市资料表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居住县市2 我用详细资料表 这个居住县市2 我稍微先把它的格式设定一下 例如说标题 例如说标题 设成黑色字 然后14 值 黑色 12 好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你记住我用的是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里面 我是不是想要去算出来 这个居住县市2 就是这些县市的人口数 所以滑鼠右键 我这边 其实我可以用新增量值 在这边算 我可不可以用新增资料行算好之后 放到这个资料表里面 可以 我只是在告诉你 新增量值怎么算 新增资料行怎么算 听得懂吗 你不能只会一种方法 好 那我们现在用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在报告这里面 请问是不是只能用新增量值 对不对 对 所以选新增量值没问题 滑鼠右键点选这个县市资料表 里面 然后新增量值 所以这边是不是计算人口数 呃 去 县市 人口 数 请问一下 这个县市人口数 我是不是要用 Calculate来算 Calculate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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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总是加 加那个 台湾各区人口数 资料表里面的 人口数 年底人口数 又挖鼓 这边运算式是不是这样算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个筛选的条件 我们应该要用的是 related table 因为这边是要把它全部 把它加起来 光宜兰县 不是有很多很多乡镇吗 那些人口 把它加起来 所以这边是不是要用 所以这边是不是要用 related table 哪一张资料表 台湾各区人口数 又刮鼓 再一个又刮鼓 Enter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新增量值 沉浸在这边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请问一下 台湾总人口数 是不是2300多万 对吧 对了 2300多万 台北市 台北市 台 这个字比较大 比较多笔话 这边 260万 新北市 新 新北市 快400万了 OK 可以吗 请问这样算出来 有没有问题 这个 透过新增量值算出 现市人口数 换你们动手做了